79岁远东首席歌后杨小平,平代表作《梦醒不了情》,对你怀念特别多走红。 不过他淡出演艺圈多年,优美嗓音仍令歌迷留下深刻印象,不过近日却传出离世消息。 他弟弟杨庆皇的经纪人林祖儿也在脸书证实死讯,并接受访问吐露杨小平逝世原因。 杨庆皇的经纪人林祖儿稍早接受媒体访问,谈到杨小平过世原因,他表示因为年纪大了,是自然离开过世时,家人也都陪伴在旁,是带着满满的爱和祝福离开人世。 目前杨小平的弟弟和家人也都在处理后事,同时也感谢外界的关心。 杨小平自12年前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唱后,就淡出荧光幕,也丝毫没有在台湾举办公开活动。 林祖儿表示杨小平这几年都过着寒衣弄孙,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,以阿妈的身份开心地陪伴孙子长大。 对于失去爱姐的杨庆皇,林祖儿则表示他以祝福的态度面对,也因为姐弟俩相差17岁。 在杨庆皇心目中杨小平就像是妈妈一般重要,在他心目中是很伟大的。 此前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,这位许多不见的歌坛天后,虽然表示难免会怀念昔日的风光岁月,但他却更享受如今有挚爱相伴的退休生活,因为对他而言,在经历过二段失败的婚姻后才迎来的幸福比什么都要珍贵。 那么,在他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呢?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杨小平的故事。 之前已经快80岁了,在受访时他也直言,自己确实对歌唱十分热爱,但已没有重返歌坛的意愿了。 因为,他知道自己能够在结过两次婚的中年,再遇到真爱,真的很不容易,所以也更加珍惜。 难得老来有伴,乐得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,享受平静的幸福。 根据报道,杨小平坦言,17岁就出道的他成名得早,对许多事情都懵懵懂懂,尤其在感情方面更是一点概念也没有,导致一路走来遭受不少委屈。 在认识如今的丈夫前,有过二段不堪回首的婚姻。 其中,第一段婚姻是在他22岁那年,他说自己从小就特别有异性缘,在进入娱乐圈后,追求者不断,他在参与台语电影《全家福》的拍摄时,和副导演有了感情,之后更是不顾家人的反对,偷偷跑去公正结婚。 怎料,甘愿为爱与家人闹掰的杨小平,在婚后短短的三年内,就遭老公无情背叛,对方与一名少氏女星有了恋情,让伤心欲绝的她含泪提了离婚。 但可别以为这就是最糟糕的情况,说起自己的第二段婚姻,杨小平至今都心有余悸,因为怎么也没想到,婚前无比浪漫的华侨前夫,婚后竟然变成了最恐怖的梦魇。 杨小平的第二段婚姻,对方是刚刚离婚,并有一名女儿的美国华侨,在洛杉矶经营餐馆,对方称对杨小平一见钟情。 一起当时的情况,杨小平说,有一次我到美国巡回演唱,她在台下支持,过后就对我展开紧密的追求,一路追,跟着我到处去巡回,我一回到台湾,她的鲜花就送到,隔几天人就到了。 男剧对方的热情攻势,杨小平接受交往,两人就这样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的,谈起两地的恋爱,最后决定相聚。 杨小平为了这段婚姻,放弃了歌唱事业,当起家庭主妇。 可相处两年后,杨小平感觉对方有点不对劲,她说,她常常以餐馆事业忙碌,中午都找不到她, 后来才知道她去了前妻家里,她说是陪女儿睡觉,我自然心里很不舒服,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陪女儿,但那时候我还是忍着,没有跟她吵。 有一次对方要去夏威夷,杨小平要跟着前去,但对方不让,后来发现对方带了女儿一起去。 杨小平说,带女儿去,也可以让我跟,那时我真的没有忍受了,就跟她吵。 不料却被她打了一个耳光。 有了第一次的动手,过后每每争吵,对方都会冻粗。 杨小平表示,最凶的一次是对方不准她出门与到美国来探访她的侄女见面。 她一气之下,从阳台往下跳,伤到了左腿,在医院住了两个月。 不止如此,对方过后还扣留了杨小平的护照,拿走她在保险箱里所有的贵重手势,也霸占了她支付了30万美元头期的房子。 杨小平只好动用法律来讨回公道,并立刻办理离婚。 历经两次失败的婚姻后,心灰意冷的杨小平,在最绝望的时刻遇到了值得托付终身的另一半,对方是前夫的朋友。 在美国经营珠宝生意,因为不忍心她的遭遇而提供了不少帮助,两人因此产生了感情。 不过最惊喜的是,这个温柔的男人在听到他打算要回台湾时,竟愿意放下一切,与杨小平一起回到台湾。 这也让杨小平见识到了对方痴情的一面,也认可了对方。 于是,两人便步入婚姻,并育有两个宝贝儿子。 1961年6月,警备总部在没有任何预警下,查禁了257首国语歌曲。 市井小民喜爱的三年,贾政经等全部遭禁。 1973年,新闻局从警总的手中接管歌曲查禁。 到1979年,共有438首歌曲的内容触犯有关法令予以查禁。 这首有古乐作曲,庄奴填词,杨小平主唱的《梦醒不了情》,就是在这一波查禁中。 理由是,歌词不雅。 很多人也许不记得词曲遭近的往事,但对杨小平唱红的这首歌曲,却不会忘记。 《梦醒不了情》是杨小平歌唱生涯中,真正让他开窍的一首歌,意义非比寻常。 杨小平本名杨秀华,1944年生,台湾彰化人,在彰化西湖念完初中一年级时。 杨小平接到学校留级的通知,本来就不爱读书的他,干脆一本书也不留,全部给丢了。 闲在家里无事,有一天,和哥哥到台北玩,正好蓝天堂乐队在招考演员,抱着好玩的心理。 杨小平和哥哥一起报名,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录取,那是1961年的夏天。 兴冲冲地回家报喜,谁知家人反对一个女孩家跑到台北,说什么也不准。 后来蓝天堂乐队一再来催,杨小平的妈妈才陪着女儿亲自北上,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 杨小平的父亲在西湖经营戏院,经常要到各地去接洽戏班子来戏院演出,由于环境因素。 杨小平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演艺人员,逐渐培养这方面的兴趣。 还在念书时,杨小平就喜欢唱唱跳跳,时不时就在人多的场所露一首。 虽然蓝天堂乐队有专人传授舞蹈,杨小平仍自掏腰包,在外面学习其他的舞艺。 很快的,他就成了蓝天堂乐队的台主。 后来统一饭店组织舞蹈团,邀请杨小平去表演并担任团长一职。 这时候,杨小平父亲的戏院已结束生意,没有了经济来源。 为了照顾家里,杨小平接受统一的高薪,离开待了三年的蓝天堂乐队。 当时在统一表演的还有林松、张琼等人,每次演出都是大型歌舞剧。 除了跳舞,杨小平还负责歌唱和另一位身材相当。 歌喉、舞意义不差的张艳艳搭档演出,在歌再舞,颇受欢迎。 后来二人还常上早年电视的综艺节目,有些观众可能还有印象。 当时的杨小平长相甜美,身材娇小,非常讨人喜欢,后来便自己单飞了。 杨小平除了歌唱、舞蹈外,也跨进影坛拍电影,像何白兰演出的贼仔壮远才,与魏少鹏搭档的全家福,还有五色仙女、红孩。 但这些影片都是小成本,谈不上成绩,自然成不了大名。 虽然杨小平当时已经引到了电影界的注意,之后也拍了几部国语片,但是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。 杨小平在拍《长江二号》时,认识了该片副导演宋廷美,当时家人强烈反对,认为二人无经济基础,不能只靠爱情吃饭。 热恋中的男女是听不尽这些的,交往一年半后,杨小平瞒着家人,偷偷与宋延美跑去公正结婚。 可惜这段姻缘只维持三年,主要是彼此忙于自己的工作,聚少离多,又疏于沟通,感情自然就淡了,最后终于分道扬镳。 离了婚的杨小平于是便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歌唱上,她真正走红就是从此开始。 唱片一张接一张灌录,估计有四、五十张之多。 杨小平的歌声低沉,再加上特有的鼻音,因此给人浓厚的沧桑味,也形成她独特的风格。 有些歌曲经她诠释别有风味,像酒醉的炭歌《独木桥》《梦醒不了情》《春天里的秋天》。 而杨小平本人最偏爱《对你怀念特别多》这首歌曲,认为是她唱得最过瘾的一首歌。 如今,面对杨小平的突然离去,我们深感惋惜,希望她的家人们能尽快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,多多保重身体。